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黑色的 那么主要还是里边的这个光益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其实各位可以看出来 在我拿出来以后的话 其实这个发现这个光益的话 和峰会上有区别 那就是中间这个白色过渡的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盒子上来说的话 这个颜色完全是不匹配的 而且这个上面也没有说图片仅供参考 是不是可以举报一波 那么抛开盒子的话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这一款光益 整体的素质表现 以及上方的漆面表现 在尾端的话 是采取了这种银色的涂装 但是可以看到部分的位置 依旧是有这种小点 没有喷毒情况的到位 然后在中间这个部分 是采取了一个磨砂质感的透明件 颜色的话还可以 在尾端的话 都是普通的透明件 上方喷上了这种过度的紫色或粉色 以及尾端的话呢 还有一些银色的套件 整体来说是这种软胶材质 摸上去还可以 但是容易翘边 这个就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事情了 上方的话呢 依旧是有一些水口的 这个到时候简单的处理一下就好了 两片光益的尺寸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巨大了 对于RG命运这样的 1比144的机体来说的话 这个光益啊 确实是蛮大的 比例有点失调 跟我们之前做过的 许焰1比144的 强烟自由的光益 也是 有点尺寸太大了 那么剩人的时间 来看一下这款光益 装上RG命运 是一个什么样的素质表现 那么在配合光益之前 我们先来简单的看一下 万代RG命运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素质表现 那么甭款模型的话呢 我的买的价格是在实体店 130元购买的 但是目前上现货价格 都已经干到了 160到170元左右 相对来说的话呢 真的是一个比较混乱的价格了 虽然说涨了 只涨了30多块钱 但是相对来 真的就是 有点太贵了 那么在配件方面 首先呢 就是一个上面 沾满了贴纸的光束盾牌了 本来的话呢 这个仅仅是一个白色的透明件 上方呢 是采取了四块蓝色的贴纸 进行粘贴的 效果的话 也就一般般了 在造型手部分 是提供了两个RG的 一对RG可动手 一对掌心炮的造型手了 还有一对握持手型 以及一个握持枪的手型了 这里边我还是最喜欢 掌心炮的这个造型手 因为整个纸跟的造型 以及这个握持的力度 就是说它弯曲的角度的话呢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 像摆出一些像什么神兽掌 这样的造型 也是非常的可以的 造型还是比较顺畅 那么整款RG命乐 在造型拼完了以后 我个人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喜欢了 虽然说它会有一些 老早期RG 带来的那种软骨病的问题 但是目前来说的话呢 刚拼完了 肯定是比较紧实的 活动一段时间 就基本上不太行了 目前刚拼完 最大的问题就是手臂这个关键 真的是太松太松太松了 你要握持一些重型武器的话呢 可能就真的够呛了 那么整个手臂的弯曲幅度 也就90度多一点点而已了 头部的话 真的是比较好看 但是前端的这里边 还是有一定的缝隙的 这个确实不太好 正常这里边 正常的活动也是没有问题的 上方的光束绘军镖 也是可以拔出来的 那么在整个腰部的话呢 基本上只能够进行一定的左右旋转了 弯腰幅度还是比较小的了 头部由于整个下巴 相对来说有一些长了 所以说对于整个低头活动幅度 还是非常非常的小的 那么腿部前提的话 差不多能够达到90度多一点点而已 这个还是正常的 屈膝活动目前来说 还是比较紧实的了 后续的话 就不知道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产生了 而且整个膝盖部分 还是有一定的联动机构的 这些在早期的RG模型里边呢 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这款模型 其实有一点呢 我个人并不是特别的喜欢 那就是这个脚掌的设计 真的是太大太大了 可能啊 当时也是考虑到了大型机体 SEED系列的这种大翅膀的背包 考虑到一定的接地性 或者说呢 稳定性方面 但是这个脚掌 这个比例看上去 真的不太好看 技术武器配置的光束盾牌 以及光束步枪 都是有提供的 光束步枪上方的分件 这一次是改成了白色的 光束盾牌的话 直接通过卡榫 直接卡在手臂上就可以了 整个盾牌 还是可以进行一定的拉伸的 只不过 由于整个盾牌是比较小的 而且这个地方 稍微有些扣手 那么拉伸出来以后 就是当前的这个状态了 内部依旧是有红色的内衬的 整个命运的翅膀的话呢 造型方面确实还是蛮不错的 之后在整体的活动关节上 这个设定啊 也还是比较好的 内部也是通过了一些 其他的标志性的贴纸 进行一定的细节添加 造型方面 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了 那整体的活动性方面 还可以提升到一定的上下活动 以及一定活动的侧摆幅度了 但是由于内部 依旧是采取了诚信武架 所以说各位在活动的时候 这个地方一定要试探性的 去进行活动 本身成经武架所带来的缺点 就是刚开始拿起来的时候 真的是比较紧了 千万不要给它搞多了 在其他的武器配置方面 首先就是这个破坏炮了 那么整体的话 通过一个简单的结构 进行翻折 而且其他的地方 就没有什么可以拉伸的结构了 握把能够进行正常的活动 这个呢也都是常规操作了 再来就是命运的这一把斩剑刀了 整体的话依旧是结构 翻折出来就可以了 配合上这口模型的所附带的 各种各样的光束特效件 就可以实现各种样式的释放状态 其实整个光翼安装上去 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 因为没有任何的卡损 我们直接给它 按照这个凹槽的话呢 把这些小雨液 直接给它铲上去 只要上方的出击口 还有一定的小凹槽 给它铲去 就可以实现一个 完整的固定样式了 当前固定完以后的话呢 这个造型啊 确实是蛮不错的 但是这个光翼啊 确实是很大很大了 同时由于早期RG采取了 整个光翼啊 就基本上是抬不起来的了 但是这款模型呢 其实刚才我还是忽略了一个点 那就是这款模型啊 还是提供了光翼支撑的 一个稳定的零件的 我们直接给它安装在后面 只要这个竖的长条呢 对准背包 我们给它插上去 就可以实现整个光翼的一个 释放的固定样式了 这个提供啊 还是比较好的 另一侧的翅膀呢 也就是有提供的 但是它提供的两个件 它给我整顺边了 那么这个透明件呢 我只能安装在这一边了 就很麻烦 那么当前呈现的 就是这款RG命运 上了这一款国产的光翼 以后的一个完整样式了 但是此时此刻啊 就可以明显感觉到了 由于光翼是比较长的 想要独立站立 这个角度肯定是不够的了 加上RG命运本身 这个关节就比较松了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还是乖乖上支架吧 那么当前 就是这一款改件的所有东西 加上万代RG命运 所呈现的一个最终 最完美的一个状态了 其实万代的话呢 也有单独发售命运的光翼了 但是那款光翼的话 目前价格是在110元左右 然后就是简单的 两个塑料片的 很薄的内容 还不如这样的光翼 看上立体性更好一些 还有的话呢 就是国产的一些其他厂商 也出过类似的万代的RG光翼 但是那几个光翼 我个人都不是太喜欢 那个风格的话 总之啊 MB看多 MB样式的光翼看多了 最后呢 还是MB样式的光翼 更符合我的口味了 当前这个段下 因为提供了支架 因为提供了一些辅助连接件 所以说 这款RG命运的话呢 就不会产生一个 在保扰过程中 劈里啪啦的掉的内容情况了 也算是有一定的过程保障了 最近的话呢 也正好有朋友 想让我做一做 陶子的MB样式 MB样式的命运 或者说呢 做一些其他命运 因为本身MG命运 就是一个比较老的 素质版本的存在了 所以说 当前表现力的话呢 肯定没有这个好 而且HG新称命运 虽然说素质非常非常的不错 但是的话 目前的价格 也是持续走高的一个状态 也不是特别的对见 反而RG命运的话 在整体的外观造型方面 会有一个更好的 一个细节体现 加上一个40多元 或者30多元的一个光益 最后呈现的效果呢 也还是可以的 200之内 能够解决这一款模型 我个人认为 应该是足够用了 所以这也是我个人 目前来说 比较推荐的一款 命运的新装模型了 不知道各位 感觉怎么样呢 那么本期的CG 魔玩废奖 到这里 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